欢迎收看大地人的对话 在大自然中观察野生动物是充满乐趣的事 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的野生动物很容易受到惊吓 所以一般人要享受这样子的喜悦 其实并不容易 然而在高雄市的寿山 民众却可以轻易地观察到野生猕猴 而且是非常近距离的观察 这样子特殊的经验 不仅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 更是高雄市民的骄傲 但是由于民众长期喂食当地的猕猴 造成人与猕猴过于接近 猕猴伤人的事件便时有所闻 经过学者和保育人士的建议 高雄市政府从去年开始 禁止民众继续喂食 之后却传出猕猴骚扰民众的情况 更为严重 在高雄市议会的压力下 市政府开始认真思考 该如何管理寿山猕猴 但是提出的几种办法 却都引起争议 到底情况如何 请看我们以下的报道 面积不过弹丸之地的台湾 随着人口不断增加 伴随而来的强大开发压力 或是自然快速退缩 原本存在岛上的无数野生物物 在栖息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之后 若非消失绝迹 就是必居深山野岭 然而在工业大城的高雄市边缘 却意外地存在一处 野生猕猴天堂 所有国家公园里面 没有像人跟猕猴的关系这么亲近 因为在这之前 台湾人对野生动物关联 都是抓来为我所用 不管是做药用或做什么 都是要抓来冲击 所以这座山人跟迷活的关系 是所有的国家公园都比不上 甚至这座山所拥有的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跟丰富度 也是南台湾肯定国家公园里面设定 或者是欧乱比这种 没有办法相比 它非常丰富 柴山的猕猴在十几年前 被作为一个保育象征 我想这一点毫无疑问 猕猴是一个很珍贵的 台湾的野生动物的资产 所以在十几年前 当民众开始注意到柴山的猕猴的时候 柴山猕猴确实也充分地发挥 它的社会教育的功能 早期由于发现部分柴山猕猴 相当容易亲近 因而开始产生民众喂食的情况 形成独特景观 这里的猴群本来是野生状态的 然后它因为登山客进来 然后位置的结果让它不怕人 那这是好事 就是让人类跟野生动物能够接触 也变成柴山的特色 但是随着保育观念的进步 许多人开始思考 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和谐的人猴关系 是否正确 因为食的问题第一个 你让猴子吃去了 它原来应该要有的一个觅食习惯 你已经改变它的一个觅食习惯 它不再吃它原来爱吃的东西 第二 猴子的健康出问题 它们开始有一些什么高血压 或是皮肤病之类的病变出来 在早些日子 那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 小孩子拿着各式各样的油炸的 或者是乖乖各式各样的 你可以想得出来的这种灵嘴上山 然后喂食米猴 因为其实这些食物 对人类都已经不好了 更何况是对野生的动物 好 所以你要吃 譬如说不要吃偷豆 不要吃一些像豆子里的问题 有什么 因为它都会到皮肤病 这是像跟你说的 没有啊 煮很早就开始吃了 看很多豆 因为你吃偷豆它很喜欢吃 很喜欢吃 是不要偷豆算油的问题 都会生一些油的问题 虽然喂食米猴引发争议 过去却因为没有法令规范 而无法约束民众行为 高雄市政府在接受专家建议后 终于制定单行法 希望解决喂食问题 民众喂食米猴的问题 我们在去年制定了一个高雄市野生动物保育自治条例 那重点就是说 在经过主管机关公告的地点 以及公告的物种 是禁止民众它直接去接触以及喂食 那当然首先我们的规划就是针对寿山地区的台湾蜜猴来做 那这支条例里面也规定了很清楚 你喂食的话 经查获是处罚六千元 现在来山上海游客吃快 两个多还是比较少 都同样啦 也是同样的啦 小只同样啦 会吃的就是会吃啦 不吃就会吃啦 我站在一起 小乖乖 你现在整个地方说 小乖乖乖 吃啦 你现在整个地方说不可以吃 现在已经很难看了 你没问过这 没问过这 你人上来一定会唱 都没啦 你要上去喔 对 他有定一个单行法规 就是说如果喂猕猴的话要罚钱 罚六千块钱 这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还是有一个遏止作用 但是问题他没有执行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有人被罚过啊 好可爱喔 好不容易被碰他啦 在高雄市民本身 大部分都能够遵守这个规范 不过目前还有存在的问题就是外来的游客 甚至是旅行社包整样的游览车进来 所以这些外来的游客 就是旅游公司 甚至在游览车上就发 一人一包的喂食的 要喂食猕猴的食物给游客 那下车的时候他们就带上扇 市政府对于民众的要求 要更积极 既然有法令了 那就要去执行他 柴山的猕猴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观光的一个吸引点了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更应该要做非常非常明确的规范 进去不管你是外地来的 还是本地的 是长期使用柴山的民众也好 还是外地来的游客也好 都应该要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让不带食物 不喂动物 变成一个不主动跟野生动物接触 变成一个柴山的一个基本的文化 根据高雄市政府的说法 的确没有民众为此受罚 但是在法令公告之后 喂食情况终究有所改善 不过在减少喂食之后 却又引发另外一项争议 说吃的时候说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 那不可以吃 那我们要到处里面跑到里面去 你说猴子会怎么样 会跑下来 对啊 跑下来想东西吃啊 没有办法想东西吃啊 还会跑到家里面来啊 对啊 猴子你说不能喂的话 怎么可以这样子 所以你们是觉得 是因为不能喂才造成这样子的规则 对啊 有喂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子 就不会啊 他说算不能喂的话 都来想东西吃啊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原本猴子跟人之间 他是有距离的 喂食味道没有距离的时候 他以为人 拿出来的食物就是要给他吃的 当你不给他的时候 他就自己来拿 他就自己来拿 而产生了一个抢吃的问题 那抢吃的问题 就造成人跟猴之间敌对的关系 你要不要远远一点 猴猴他其实很直觉的反应 对于环境有一个反应 这个环境是什么样子 他就做什么样子的反应 所以我也不觉得 现在这种猴猴跟人过度接触 或者是有主动接触的现象 应该怪罪给猴子 毕竟他只是针对环境 采取了一个适应环境求生存的反应 那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积极的希望的 能够对人的行为先做一个规范 在人和猴猴互相利用一个有限的期限的时候 这种冲突是一定会存在的 而且我们常常发现到说 大部分的情形呢 猴猴都是一个弱势 因为在人类常常会有各样的一些武器 弹弓啊 手杖啊 等等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猴猴受伤的 断手断脚下眼的非常的多 开始有喂猴子的现象是 大家觉得是说 人去喂猴子 这是一个跟衍生动物可以亲近的一种关系 是很好的 可是没有想到衍生到后面的问题 竟然会那么的严重 这个事情当初是怎么发生的 是从人开始去喂猴子这个行为发生的 当你开始禁止大家不要喂的时候 这中间的过渡期 我觉得是人类要去承受的 姑且不论民众当初 是因为善意或好奇 而开始喂食柴山猴猴 如今造成了冲突 或许可以让我们了解到 与野生动物相处最恰当的方式 是保持距离 静静欣赏他们所展现的生态乐趣